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 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参与方时间 我是主持人参与方 在台湾在上周所开的这一个基本工资的会议 最后就调整了4.05% 也就是说我们的基本工资 会中今年的26,400块 调整为27,470块 这是月薪的部分 那时薪的部分会从176块调整为183块 那如果说根据以往 这个一般的一个物价上涨 以及这个经济成长率 那我们都知道 今年的物价的涨幅 是有比去年来的收敛一些 这个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也比去年的表现相对是比较不乐观的 可是为什么会有4.05的调幅 我想在上周大家也有很多的这个讨论 会有这样的调幅最主要是因为参考所谓的民生的一个物资 17项的这个重要民生物资 那为什么这个17项重要民生物资 在这个时候会变得更为重要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民生物资的涨幅5.5%以上 是远远超过这个一般物价的涨幅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再继续采取这个一般物价的涨幅 好像就没有把真正民间的一个涨幅 一般这个基层劳工或领取基本工资的这些劳工 他们所面对的这个物价上涨的压力给反映出来 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长期有在关心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 大家也知道我们长期以来我们就一直不断在谈论所谓的物价 跟央行货币政策的一个问题 那在这个物价的部分 当然已经有很多的学者认为 央行所估的这个所采取的这个物价 认为是有低估的疑虑 那当然高估或低估必须要看政府的统计方法 可是我们可以所有的听众朋友 大家可以想想看 在你日常生活所面对的这一些一般性的这个物价 这个一般性的物价并不是说我们要特别去挑柚子 特别去挑高丽菜 或者是说在台风在大雨来的时候 这几天我们中南部有下这个蛮大的大雨 那不是去特别挑这些有灾损的这些农作物 它的一个物价的涨幅 而是这个17项的重要民生物资里面 那一般而言大家常常会遇到的 常常会购买的这些商品的价格 那我想大家可以体会得到在过去一年多来 我们有许多的这个物价 包含各位听众朋友在买的饮料 或者是这个便当 外食族他们常常会遇到这些外食的餐点 其实涨幅都远比4个percent 5个percent都还要来的高出许多 那为什么物价指数所估出来只会有2个percent 那这是因为物价指数在估计的时候 它根据的是一篮子的这个通货 所以一篮子的意思就是说 它要评估要有一个一样的基准 一样的基准就是说你今年花了多少钱 在买你的这个房子或付你的房租 花了多少钱在手机的费用 花了多少钱在服饰在餐饮等等 你一年里面那你会消费的这些东西 所有的占比放在这个篮子里面 所以你在这个篮子里面 你就会不同的比例 比如说你的这个租金的支出 可能占了50% 然后你的这个饮食支出可能占了10% 那其他服饰的支出可能占了5% 休闲娱乐占了40% Anyway它会有一个比例 那加总起来刚好100% 那当然这个是根据大多数的人 来看他们一般的这个物价的这个涨幅 那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当然不是 比如说以学生为例 学生这个一个月里面那饮食餐饮 占他最大的这个支出比重 这个是毋庸置疑 我想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当过学生 你可以体会得到的 但是随着你慢慢工作以后 这个状况当然就会逐渐的一个改变 因为你的所得也跟着提高 那对于许多的这一个领取基本工资的 劳动者而言或受雇者而言 其实他们因为领取的薪资相对就是比较低 特别是领月薪的这些受雇劳工 当物价上涨的时候 如果你说物价上涨只有2% 可是他在外面中午可能很热 他要买一杯饮料 那他每天他要吃的这个便当明明都涨10块以上 涨10个%以上 那我们还是继续去说你只有涨2个% 那你调了基本工资以后 其实就没有达到基本工资原来的初衷 也就是要保护劳动者的一个生活所需 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所以你调了以后一方面厂商可能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景气不好你还要继续调 那二方面劳工也会觉得说你怎么会调的不够多 最后变得好像都不是人 那对厂商来讲 他是会不会反对调整基本工资 我想我们不应该说厂商一定会反对调整基本工资 但是他们一定会反对比较大调幅的基本工资的一个调整方式 为什么因为适度的调长对他们来讲他们也希望可以挽留这个劳工 那他们也体会到物价的上涨所以不调也不行 但是调幅比较大的时候对他们的成本就会带来压力 那成本的上涨就会反映在利润的缩小 所以对厂商来讲资方来讲往往都是比较不乐见的 那所以调幅多少大家才比较可以承受 我想这也是因厂商而已 我们并没有说哪一个厂商 那他所这个面对的调幅就一定可以比较多或比较少 那对劳工来讲 他也当然希望你的工资可以调得越高越好 但是站在政府的角度 我想政府之所以必须要在基本工资这里要召开一个会议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劳动市场上面 特别是对基层劳工而言 大家双边劳资双方谈判力的一个不对等 有可能会造成资方给予这个劳工比较低的薪水 事实上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在关心 美国的职棒美国的自然 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即便在美国职棒薪水这么高的这个球员之中 其实他还是有给予从3A球队 从农场的球队升上大联盟 这个球员保障了基本底薪 为什么 因为其实对一般的球员而言 只要你有一天你可以升上大联盟 那对他们来讲就是非常渴望的一件事情 至于薪水高或是低 其实不重要 可是就这个保护基层球员的立场来讲 那他们还是必须要给予这些球员 有一定的心思的保护 不要让他为了要升上这个最重要的舞台 然后反而冷气吞声领取非常低的薪水 我想这也不是一个健康的国家可以看得到或该看到的 那对美国这么自由民主的国家而言 你可以看到他都有基本工资的一个设计了 那对于任何其他过去有许多人认为说 提出基本工资就是一种干预市场的做法 我想这个是对经济学的不了解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常常在讲的市场机制 是这个市场上面的所有的劳工者 劳动者 受雇者 他们跟这些劳动的需求者 可以共同决定他们的价格 那所以我们才会认为说这个市场机制是有用的 但是如果说这个基层劳工或者是可被替代性很高 或所谓的边际劳工 那他们的一个薪资的谈判力非常非常低的话 当然政府就有必要站出来维护这些劳工 他基本的这个生活所需 政府也不是要把薪水拉到跟一般的劳工一模一样高 而是说在既有的物价 既有的经济成长率下 那去想办法可以让劳资双方 共同来维护这些基层 领取这个所谓的基本薪资 在国外叫做最低薪资的一个劳工 他们的一个生活成本 当然也有很多人会提到说 调高基本工资以后会使得物价上涨 我想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 而且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用调涨基本工资 调涨最低薪资 就会导致这个物价上涨反而使得这些劳工 他们的一个生活成本加剧 我想这样的说法 我们是完全不能同意的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你提高基本工资 代表的就是厂商的生产成本在提高 厂商的生产成本提高 它适度的反应在它这个商品的售价上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也是一个理性的厂商该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为了要让这个社会的一个物价比较低 而去特别的压抑这个领取基本工资的这些 边际劳工基层劳工他们的薪资 那我想这是不合理的 也就是说变成你好像把自己的快乐 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 你把你为了要维持低价建立在这一个劳工的一个薪水上面 那为什么如果你认为这样子会导致物价上涨 如果许多这个呼吁者他们认为这样子有可能会导致物价上涨 所以不应该提高基本工资 那为什么你不少赚一点 你让劳工可以多一点 虽然成本提高了 你还是可以吸收这些成本 你只是少赚 你并不是亏钱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些逝世而非的言论 那我想我们有必要在我们的节目之中 再跟各位听众朋友澄清一下 那基本上我想我们在历年来 大概是自这个2016年这样一路到2024年 那整个基本工资当然是逐步的缓步的上涨 我想最低在2021年不到1% 那是疫情伤害正严重的时候 相对比较高的时候有到这个2022年的5.21 在那个时候其实台湾的经济成长 也是表现的相对比较不错 那整体来说调高基本工资 也不能像许多部分的这个劳工团体认为说 就马上要调到3万调到3万3 那这样的一个调幅其实都是不合理的 所谓的不合理就是说对厂商而言 他即便支持这个基本工资 应该要逐步的调涨 但是所谓的逐步其实是缓步 为什么需要缓步 因为你过度的快速的去调高基本工资 你一定会让厂商受到很大的伤害 让厂商没有办法有调试的期间 进而使得这个厂商有可能面临倒闭 或者是因为成本的上升 而使得他的竞争力大幅的下滑 那这样子的话对劳工来讲也不见得是好事 因为这个时候有可能就真的会产生失业 但是你如果你是逐步的缓步的 像这几年这样逐渐的这个调整 那对整体的这个领取基本工资的劳工而言 我想这个帮助就会比较大 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去调涨这个基本工资 到底可不可以去帮助到整个社会低薪改善的一个问题 我想如果把所有的这个低薪的问题都把它聚焦在基本工资 那应该是不甚正确 为什么因为低薪的原因其实非常的多 有可能是老板给的薪水比较低 有可能是你自己本身的能力就不足 有可能是你所待的产业 这个本身他的一个成长性就相对有限 所以老板可以给你的薪水也有限 并不是老板故意要给你这个低的薪水 而是老板所处的这个行业 他本身获利性就不是很高 所以你要要求他给你比较高的薪水 其实他也没有办法承受 如果说调涨基本工资就可以改变低薪 这个当然是不可能 但是透过慢慢的逐步的去调涨这种 基本工资或最低薪资 其实他是可以慢慢的使得更有 这个努力的诱因的许多的这个基层劳工 他们更愿意去好好努力 也可以让原来越来越接近基本工资的 这一些受雇劳工他们的薪资 他们的雇佣人会有面对这个压力 必须要跟着去适度的调整 否则他有可能就会被基本工资给追上 我想我们在第一部分的节目里面 先就基本工资的调整 他背后有可能的一些主要的问题 那先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参议方式兼 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从两岸国际 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接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蔡美芳之间 我是主持人蔡明芳 那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的时候 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 关于台湾在上礼拜的这个基本工资神医委员会 那大家有提出4.05%的一个调幅 在明年的基本工资确定是会调涨的 那最主要的考量还是考量在物价 那事实上我想我们从去年到今年为止 全球受到这个通货膨胀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那也因为这个通膨的速度其实是物价上涨速度非常非常快 所以也就使得美国的联准会它升息的幅度也变得非常非常的巨大 在这个欧洲的部分事实上他们也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所以他们必须面临整个天然气能源价格大幅的一个上涨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想在去年有许多的这个欧洲国家 包含英国动辄10%的一个物价上涨率 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那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 如果在你生活当中你的能源价格 你有一些产品的价格它是动辄10%8%9%的上涨 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听众朋友可以受得了 没有任何一个消费者可以承受得住 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全球的洋行都必须要透过升息来想办法 把这个通膨的一个怪兽可以把它抓住 让它不要再继续涨上去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之中 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 如果大家在谈说因为央行升息而导致经济衰退 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 而是因为物价上涨 有可能会导致经济的衰退 所以央行才必须要升息 想办法去控制物价 那当你看到了这个央行升息 跟这个经济衰退放在一起 那你把它拿来做统计分析 它当然会可以看出一个所谓的负相关 因为你利率越高 所以经济的衰退幅度就越大 可是真正的病因是在物价上涨 而不在央行升息 也就是说如果央行没有升息 那有可能这个物价会涨得特别凶 更凶 那全球唯一没有因为这一个宽松货币政策 而导致物价上涨的大概只有中国 包含过去的土耳其 它也因为实施所谓的宽松货币政策 而让整个土耳其的居民 付出了非常非常大的代价 土耳其的物价上涨的幅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因为这个物价的上涨 其实就会影响到消费者 他的一个购买产品的一个数量 因为当你价格越高的时候 你可以想想我们在生活之中 常常在用的这些牙膏牙刷都涨价了 你每天在吃的这个外食 它也都涨价了 那当这个价格都上涨的时候 就会使得你的生活必要的支出 就会增加 排挤掉许多非必要的支出 或者是非立即需要更换的 这些耐久才的一个支出 所以它当然也就会带来 整个全球贸易数量呢 也就会逐渐的减少 当然全球贸易的数量会有所减少 物价会上涨 除了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外 其实我想目前全球 大家也都面临这个缺工的问题 那一旦发生这个缺工 其实工人的成本就会增加 那所以厂上的成本会增加 就如同我们在上半段节目所讲的 物价当然就会往上涨 那另外一个 在整个全球供应链移转的趋势之下 许多的这个厂商纷纷前往 印度、越南、柬埔寨 这个泰国有很多的国家 印尼去设厂 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 那如果你的这个厂商 都已经回到这些东南亚国家 或跑到东南亚国家去设厂 所产生的效果就是 东南亚的就业机会就会提高 一旦东南亚的就业机会提高 这些东南亚过去会到我们台湾 会到韩国、会到日本工作的这一些 东南亚的受雇劳工 他们到海外工作的诱因也就跟着下降 那要如何维持他的海外工作的诱因呢 当然就是你的成本必须要提高 特别是我想大家可以看到 包含日本、包含我们台湾 那大家都希望可以引进比较多的 高阶技术的这些移工 然后来帮助我们的产业 帮助日本的产业来发展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 最近有到日本的便利商店去购买 到日本去玩 有到便利商店去消费的话 你会发现他们也确实有非常多 这个外籍的一个人士 然后在便利商店来上班 那我想这个都是这些老年化的国家 少子化的国家 未来会面对的一个困境 那一旦你这个国家的劳动力变少了 一旦别的国家 他的这个劳动的需求增加了 那在全球的劳动数量 短期内不会有带他变化的情况之下 当然就会使得这个劳动的工资 就会往上涨 所以物价上涨的压力 也就相应的就增加了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些 物价上涨的因素以外 其实大家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像我们台湾的台积电 他也到世界各国去这个设厂 那他到美国去到日本去到德国去 设厂的成本都比台湾来的高 所以他卖的晶片价格也就跟着上涨 所以终端产品的这个生产成本 也会跟着增加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物价上涨 而使得整个这些出口大国 那出口的这个贸易量大幅的衰退 其实这个影响是蛮明显的 那我想最明显的大概我们可以猜得到 就是中国跟德国 因为他们都是很重要的出口大国 那台湾的出口已经也连续好几个月出现所谓的衰退 那最主要还是跟全球的这个库存太多 全球的这个需求大幅的下滑 我想有很大的关系 那整个全球贸易的逐渐的这个往下掉 其实也跟这个整个供应链重组有相当大的关系 那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根据WTO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 全球货物的贸易在今年第一季 是比去年第四季来的减少 也延续去年开始的这个低潮 所以整个经济学家的预估呢 是今年呢 这样的一个状况 大概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主要的出口国家 这个货物的占比 德国大概就占了百分之四十点七 那意大利也有三十二点七 这个中国呢 大概就是二十个percent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一旦全球的这个需求下滑 整个出口大国 他们的一个出口量 也就会大幅的衰退 那所以很多人在讨论 中国的经济 这个出口往下掉 到底是中国本身的问题 还是全球的问题 我想原因大概就是只有两个 一个当然就是全球的问题 因为中国过去还是 能然是世界重要的这个工厂 所有的组装都要经过中国 出口到世界各国去 那一旦世界各国或主要国家 他们的一个需求降低 当然也就会使得中国的出口 也就跟着减少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在节目刚刚所提到的 就是整个国际供应链的重组 原来在中国生产的这些厂商 他们会开始外移到中国以外的国家 去生产 当然就会使得中国的出口 会进一步的衰退 所以两股力量 一个是需求的减少 导致它出口的衰退 一个是本身生产规模的缩小 或新增规模减少 所以就使得中国的这个出口 持续的衰退 我们如果要去观察说 到底这个物价上涨的一个影响 是不是已经慢慢被去化的 那目前看起来 是还没有真正的消除 不管是美国也好 不管是我们台湾也好 或日本也好 你也看到日本的央行总裁 又再次提出来说 有可能会采取升息 也就是一反过去都维持宽松货币 的一个态度 开始要采取升息 那另外一个就是本周呢 Bloomberg也有提到 欧洲的央行呢 在本周要召开这个利率决策会议 经济学家当然对这个 到底会不会升息 他的看法有不同的这个预估 那目前大家还是预估 欧洲央行会升息这个印码 那会升息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来自于这个整个物价 还是相对会比较高 只要欧洲的央行 他会持续的升息 或美国央行没有要降息的可能 其实对于目前正面临 这个债务违约的 特别是这个中国的这些厂商 他们的债又是外债的话 他们的常债的压力呢 仍然会非常的大 所以对于整体中国 长期的经济发展 当然还是相对会比较不利的 而且如果这个出口的衰退的趋势 不改变 那当然就会使得中国整体的一个出口 没有办法恢复到过去的这个容景 那就会使得整个中国的出口呢 有可能会持续的往下掉 或维持在现在的水准 但是不管是往下掉 或维持现在的水准 都会对中国的经济呢 中国的就业带来相对比较不利的影响 那更重要的是我想在最近G20的峰会呢 在印度举行 在印度举行的时候 可以说它跟过去 一改过去 大家都认为说 好像这些G20的国家 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些盟国呢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力 但是我想在这一次的这一个 所谓G20的一个峰会呢 那美欧的这个峰会 他们已经宣布将这个兴建 中东的这个贸易走廊 要结合所谓的船运铁路 然后连接到这个南亚 中东跟欧洲 那我想大家看到我刚刚的说明 应该就可以知道说 那这个不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 计划里面的参与国吗 那我想没有错 这个也就是说 事实上在这一次的这个G20的会议 在印度举行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G20的国家 他们一方面欢迎非洲联盟 一方面也希望在中东的这个贸易走廊 建立关系 然后帮这些国家建立更好的基础设施 我想这个对于目前希望好好发展外循环 特别是依赖这个一带一路的中国而言 那绝对是雪霜加霜 因为我想十四五规划里面 一直在提到的内循环也好 外循环也好 是中国习主席 中共的这个习主席一直要倡议的 那一旦这个外循环被这个堵下来了 他还是想要希望好好发展内循环 那现在外循环一旦被堵下来 有可能就会使得这些国家 债务的清偿也会受到影响 那到底会不会还债给中国 这个还要再持续的观察 只不过我们可以从这一次 这个G20的会议 看到事实上美欧这些国家 他们已经开始也要往这个 过去中国所规划的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去 帮忙去新建一些基础设施 那当然他们新建这些基础设施 他们的做法就会跟中国应该会有所不同 那至于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想我们后续呢会再继续观察 然后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 比较特别的是 我想意大利的这个总理呢 他也已经在过去 意大利已经有提到说要退出一带一路 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我想这个我们也要持续关注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你的收听 那也欢迎听众朋友上这个podcast 收听我们的节目 谢谢 再见